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建立你的教会 你说你要建造你的教会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 你让教会的弟兄们 可以在基督里边 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一同来在黑暗的时代 为你发光 哈利路亚 把以下的世界 我们宫殿的交托 请圣灵引导 奉主耶稣基督保贵的名 阿们 好 弟兄们 今天不是讲到的题目 接着我们讲罗马书 我们讲到第十 我们讲到第十二章的 这个后半段了 错了 下一个信息往下走 好 那我们今天是 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 上个礼拜讲的是合乎忠道 我们要放第二个 彼此相爱的教会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第九节 我们来看到二十一节 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催让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时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克要一味的团代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可志气高大 倒要服救 卑微的人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路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 主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 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盼火 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管要以善胜恶 好 感谢主 我们又讲到了 这个罗马书的 关于基督徒的 生活的准则 我们前面知道 罗马书讲到旧恩 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 因信称义 但是保罗知道 一个人新信了主以后 他要学习教会的生活 很多人当我们 从世界来到教会 我们发现跟世界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对不对 世界跟教会是不同的 教会是学习爱的地方 是成长的地方 是讲爱的地方 世界不讲的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朋友 在做他的节目说 很多中国走线的人 大家知道什么叫走线吗 有没有走线来的举手 有没有 我是走线来的 你们两个也是 不要不好意思啊 欢迎你啊 那后面还有啊 走线的就是 冒着九死一生 来到美国 我不鼓励走线啊 因为太危险 我希望你坐飞机来就好 这个比较安全 然后有人接机 举着你的牌子 这多安全啊 在走线的过程中 这些母亲抱着孩子的 中国人很少帮忙 这是西方的报道 帮忙的都是墨西哥人 这些墨西哥人帮着抱孩子 帮着父女偷渡过来 可是我们中国男人 背着包走自己的路 这就是一个没有爱的国度 这个国度不讲爱 我从小到大 中国没有讲过这个词 叫爱 你们讲过没有 你们讲过没有 你对你的太太说我爱过你妈 有没有对你妈妈说妈我爱你 对太太说还容易一点 现在对你妈妈说妈我爱你 每天说一遍有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有没有对你爸说 爹我爱你 好像挺不好意思 浑身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对不对 这个词在我们中国不太出现 尤其在我们那一代 或者我们上一代 现在年轻一代好一点 年轻人在讲着爱 他不知道爱的含义是什么 他觉得就是一种表达而已 对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我父亲过生日 我们全家都回来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一起过生日 后来我就没有机会了 那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 这个一群孩子做的 他有一个小孙女 现在已经都做了母亲了 这个孙女那时候很小 就问他一个问题 说爷爷你爱过奶奶吗 大家吃饭突然间就 都没法吃了这个饭你知道吧 这爷爷奶奶脸都胀得痛红 那我们也不好意思拿着筷子 也不好吃就看着爷爷奶奶 对不对 那孩子们很天真 就说你爱我奶奶吗 那我就 我是搞文学的嘛 我就说爹 你得回答这个问题 对吧 我在那旁边吃瓜群众嘛 怕什么 对不对 爹就说 我们这一代人 那个字不是用嘴说的 放在里面的 你看他很有智慧回答 但是他还没有说出那个爱 你知道吗 他那个字 他没说那个爱 我们中国的一代人是废了的 在爱的里面是低能的一代 我们不会讲这个字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当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 教会来的人是不一样的 有南方人 有北方人 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 但是可以在基督里面 胜过这世界的一切 来学习彼此相爱 感谢主 今天我们的24小时祷告会 我特别地感动 那在里边我会看到 我们不知道不认识的人 甚至他的名字都是化名的 因为国内来参加的弟兄姊妹 尽量用化名 否则警察就找你喝茶 那他们用化名的 他们悲惨的遭遇 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了解 可是我们为他们流泪 为他们流泪 我们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虽然他们在那里是控诉啊 是说呀 没闻没了的 我们还是耐心地来听 聆听为他 我们会体会那种 在苦难中的人 所以会了解什么叫做 彼此相爱 这个爱可能跟我们政治观点不同 但他的遭遇 也是我们的痛苦 所以基督徒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 要以喜乐的同喜乐 与哀伤的同哀伤 感谢神 所以今天牧师 讲到爱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爱 希腊文将爱分三个层次 第一种爱叫阿嘎培的爱 第二种爱是菲利欧的爱 第三种是埃尔斯 这三种爱是在希腊文中 准确地表达了对爱的理解 中国人可能顶多到第二种 懂一点也不多 应该是第一种 最后第三种 中国人只懂第三种 是最低级的爱 第一种爱 阿嘎培的爱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爱是来自于上帝的爱 基督教是独特的宗教 因为他教导爱 他也强调爱 他让弟兄姊妹可以来学习爱 在基督的诫命中 我们看到 首先了解大诫命 当大诫命的时候提出来了 这是每个基督都要遵守的 你要尽心 尽信 尽义 尽力 爱主 你的神 然后呢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个诫命更大的了 所以我们称它为大诫命 这段新闻来自马可福音十二章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大精密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一个基督徒 这个爱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爱神 第二是爱人 爱神容易不容易 容易 非常容易 因为神爱你 因为耶稣为你付了代价 他流了宝血 他牺牲了 他换了 他没有向你出任何要求 然后他把所有的都给你 可是你爱人就很难 爱人一般都是有条件的 你爱我 我就爱你 你不爱我 我就不爱你 你恨我 我就恨你 对不对 你不理我 我还更不理你 这个基本是人的观念 这个爱是有条件的 所以阿嘎培的爱 应该不是跟人没有关系的 是神的爱 但是是人要学习效法的 那么除了这个大命令 这个大诫命以外 耶稣还给我们一个新命令 在约翰文义十三章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对吧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条新命令 就在新约的时候 新命令 什么呢 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所以彼此相爱 就是弟兄姊妹 在基督的爱里边 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所以基督教 一个人信了主了 不管是多么自恋的人 他也要学习舍己 能够学习爱别人 爱别人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 这个阿嘎培的爱 就能够表现这个大诫命和新命令 大诫命和新命令 首先阿嘎培的爱 希腊文的意思是指完全的 无条件的 牺牲的爱 但我们思想 如果按照这个要求 这个爱只有谁有啊 只有耶稣基督有 那我们是不会的 我们不会完全地去舍己的 我们会为 你会为你的妻子舍己吗 对不对 那可能恋爱的时候可能 结婚一段时间就很难了 对不对 你会为你的儿女舍己吗 母亲有可能 父亲都不一定 父亲都不一定 母亲有可能 对吧 我看到很多父母 父子反目为仇的事情很多 对不对 但是母亲们有可能 不管她怎么样 就像这个陈进兴 当时那个杀人犯 这个 台湾那个杀人犯 她杀了七个人 对吧 后来判死刑的时候 她母亲说 我愿意为她去死 这是母亲 她的父亲不理她 把她从家里开除出去 我们家没这种人 对吧 那这个表现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爱 也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所说的 神爱是人 所以 这个爱是个动词 在马可福音中出现过五次 在马太福音出现过八次 在路加福音出现过十三次 但是在约翰福音中 出现的最多是三十七次 在旧约圣经 有没有这个词 没有 因为它是希腊文 旧约是希伯兰文写的 这个大家了解不一样 阿嘎培我们中国人很懂 中国基督徒把它翻译成叫爱加倍 double 爱加倍 加倍的爱 阿嘎培爱加倍还是挺合音的 所以我写的首歌叫阿嘎培 他们年轻人唱的 对吧 有点高 所以阿嘎培的要求条件就是高的 对吧 所以作曲家写的很高 所以我们唱不上去 阿嘎培是让别人得益处 耶稣在实际上的爱 是什么样的爱 是不是阿嘎培的爱 有没有 有吧 它有条件吗 他说你信我 我就为你死 你不信我就不死 我就下了 有没有 没有 它没有条件 对吧 所以阿嘎培的爱 是属于上帝的爱 神为了爱我们 乐意地牺牲 祂的独生子 所以就这样 约翰福音所说的 神爱 阿嘎培我们 这个动词 神阿嘎培我们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神爱不限于一个民族 不限于一个国家 不限于一个种族 不限于一个群体 祂的爱不限于教会 祂也是爱所有的人 这个爱是所有的人 你不管你信祂不信祂 祂爱你的爱 都是阿嘎培的 所以罗马书 第五章第八节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阿嘎培 就此向我们显明了 就是 不管你信不信主 福音是给所有人的 你不信主 神也爱你 神定了 十家人 不仅为祂的门徒 也是为那些 不信祂的人 不仅为犹太人 也是为外邦人 所以祂的爱是普及万国万方的 但是你要不要接受祂的爱 这是个礼物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祂给了你 你要不要回应 接受 所以这种爱 只有神 但是基督徒可以去效法 基督徒所以能够爱人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人的耶稣基督 我们记得说好像很多宗教 每个宗教都有一些的道理 佛教劝人行善 伊斯兰教劝人守律法 对吧 基督教也劝人遵守上帝的律法 来跟从耶稣基督 所以那么 哪个爱是真的 哪个基督教 哪个教会是真的 哪个宗派是真的 哪一个宗教是真的 所以有一个老人 他有三个儿子 他有一个宗教宝的戒指 他同样做了两个仿制的 他给三个儿子说 你这是真的 给二儿子说你是真的 给大儿子说你是真的 所以三个都是真的 那么哪是真的呢 最后老人家说 那个有爱的是真的 没有爱的就是假的 没有说 Compromise说可真可假 不真不假 没有这说 真就是真 假就假 基督教是非常真实的 非常真实的 第二种爱叫 Philio 我们管这个爱叫 这种爱呢 在希腊文中 它表达一个精神领域的爱 表现出 给予 关怀 关爱 牺牲 也设计 也表示 但是它跟 它是人类的最高层次的爱 比如说父亲母亲对儿女的爱 比如说兄弟之间的爱 这个Philio Philio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从英文的词 就从Philio 这个验身出来的 这是它的字根 我们这条街叫什么 Philio 对不对 我们这条叫 Mountain Avenue Mountain Avenue那边叫Philio Philio 那什么意思呢 那叫兄弟之爱 那这个爱就是Philio的爱 我们美国有个著名的城市叫 废城 废城就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特别不好 废 废了这个城 其实人家是Philio 知道吗 人家是Philio 英文是Philio 是爱的意思 对是爱的意思 所以 我们慢慢了解说 怎么翻译成 Philio 这个词用的不好 所以呢 但是英文非常好 英文非常好 那Philio也包含着 我们给别人带来的愉悦 别人给我们带来的愉悦 友谊爱情 友谊爱情 给予融洽的人际关系 这个都表现在Philio这个词里边 那第三种 这个我们人人都有了 这个叫爱我 爱我就是 希腊文对爱的第三个表达的层次 这个层次就比较低 这个层次就比较低 可是在人来说是 所谓的正常 就是我们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物质的这种引诱 这些都是在里边 所以 奥莎表示会牺牲别人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满足自己的私欲 满足自己的情欲 满足肉体上 感官上的满足 这个叫Philio爱 那这种爱呢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这种爱如果没有 Agapi的爱来限制它的话 这种爱也会犯罪 也会犯罪 它是罪的一个表达方式 感谢主 所以我们从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我们看到讲到了爱 爱人不可以虚假 所以这个爱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基督教是讲爱最多的一个宗教 那保罗在他的罗马书里边 讲爱讲的很多 再在哥林多前书里边 也讲爱讲的很多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 保罗讲了最著名的一段 关于爱的描述 它有十四个层次 第一个 爱是恒久的忍耐 第二个 爱是有恩慈 第三 爱是不嫉妒 第四是 爱是不自夸 五不张狂 六不求自己的益处 七不轻易发怒 八不计算别人的恶 九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十凡是包容 十一凡是相信 十二凡是盼望 十三凡是忍耐 第十四 爱是永不自信 对吧 这么多的层次 告诉我们要学习爱 那保罗在罗马书 也具体地教导我们怎么做 教会一个新的群体出现 这个群体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相聚的群体 他们在耶路撒冷 他们被神主招出来 建立了第一间的教会 那在教会里的生活 那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初代教会的生活 是我们今天的后来的教会 不断要学习和效法的 他们天天地 同心合一地 在店里在家中 掰饼 掰饼就吃饭了 那时候掰饼不像我们 就掰这么一点 是他们跟餐在一起的 掰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 还有赞美神 有worship 对不对 有众面喜爱 神将得 就是天天加给他们 这感谢神 所以你看 初代教会非常的美好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 被分别出来 成为基督徒 我们有了 属灵儿女的地位 这个叫属天的地位 首先一个人要把自己献上活迹 心意更新 是地位的改变 也是心意的改变 除此之外 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学习 刚刚信主人来到教会 可能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 我们很多都不习惯 就刚才先领圣餐 很多没有信主人 他都不习惯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 有一天来到我们家 我们那时候有个小组 叫华夏组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教会呢 然后来到我们家 他来提意见 他说你们这个 对啊 你们这个奉献 凭什么把奉献袋 传到我的跟前 我说服侍你啊 我不想奉献 我说没关系 那你递过去不就完了 这个我就不舒服了 我感觉不舒服 你有点普通我 对吧 也有这种 因为他不了解奉献的意义 我们今天就 奉献不传奉献袋了 但是不是这两天说的 这是好多年前 我们同工们决定凭信心 我们把奉献箱放在外面 你离开的时候 你凭着信心来奉献 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能空手 空手你的敬拜是没有不效的 不管多少 一定要带上你的 该拿的 该 这是旧约的要求 你来到店里边 你来朝见神 你犯的最大 你就拿头牛 我们现在不需要 然后你羊 你要是犯最小 或者你比较贫穷 班纠 也是OK的 那心愿是全人全心的奉献 每一次全辈的敬拜 这个是比较好 我们要学习 然后他还提一个意见 什么意见 他说 那你们领圣餐 凭什么不让我吃 就那么点饼 吃不饱 因为那杯 那是葡萄汁 还是酒 我说我们教会用酒 他说我们用酒 我们还从耶路撒冷 对吧 我们从耶路撒冷 买了那个酒精度 比较高的 我们兑水 然后就正好兑到 13度的酒 那现在我们不用酒 因为很多人要开车 一滴的酒 他就会醉 所以我们就不敢给酒了 否则应该是酒的 那么他就提一件 他说 你不给我吃 后来我回家 我自己开一瓶红酒 我全喝了 我去喝个饱 对吧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一跳杯酒吗 我说 你喝了一瓶都没用 我们这是耶稣的保血 洗净我们的醉 你喝那是酒 那满足你肉体的需要 没关系的 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 他来到教会 他需要学习 他需要了解 这是基督的身体 这是基督分别卫生出来的 所以爱的时候 基督徒最讲爱 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我们爱主 可是爱的时候 慢慢说多了 就流于行事 流于行事 就变成我们嘴上随意就出来 对不对 当然不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保禄说 爱人不可以虚假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要不可虚假 善恶要厌恶 这个恶 前面这个词念 读字 读恶 后面读恶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恶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爱弟兄 我们要 彼此的亲热 他就回到前面的经文来吧 好 好 我们看 现在我们看 爱人不可以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这样读就对了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对保禄讲了一些具体的 关于 爱的具体的表现 我们看大概也是好多点了 大概八点吧 我们来看看 这个八点 首先 好 大家看一下 八点 爱弟兄 要亲热 要亲热 不能够 来到教会 来弟兄姊妹 见了面不打招呼 这个不好 很多弟兄姊妹 可能心事重重 低着脑瓜子 就想自己那点事 别人跟你打招呼 你没理人的 那人受伤了 你知道吗 那人也许第一次来教会的 那你就很容易受伤啊 牧师也是啊 有时万一心事重重 别人一打招呼 你像我 一个耳朵不好用 你要从我这时候 我听不见 听不见 那人就受伤了 下次不来了 会不会这样 会的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没跟你打招呼 请你原谅 我的耳朵不好 你要大人声说 你说张牧师 对我这耳朵喊 对我这耳朵说我没用 我这耳朵是零 听力是零 知道吧 我现在讲到 我就看你们表情 我都听不清我在讲什么 你们表情好 我就知道我讲得还不错 如果你们在那开手机 我就知道惨了 我就说麦克风怎么没开呢 我会这样说 其实麦克风开着的 是我听不见 你明白吗 当我在意大利 我在土耳斯阿克 广告会去的 那一天早上 我耳朵听不见的时候 我都死得心得 我想隆隆跳上去 你知道吗 我说话我自己听不见 非常痛苦 我还有五堂道要讲 我不知道那五堂 我讲的是什么东西 知道吗 我就知道 看到第一个 他们说我 哈利路亚 我就觉得 哎呀 我越来越信心 如果他们不这声 我就不知道讲什么了 因为我听不见 三天时间 我什么都听不见 这耳朵只能嗡嗡响 音响的声音给我震坏了 我这耳朵 整个的这些年 就在音响震坏了 我这耳朵 你知道吗 听不见 痛苦啊 现在我习惯了 你们有一点微小的声音 我大概就能听见 所以这个我请你们原谅 我也走过这道道路 我记得有一次 我到纽约斯一个教会 教会很大教会 去有个葡道会 我就去 去完了以后 葡道完了 他们有晚餐 那吃晚餐 如果看门里有 因为我是新人呢 我新人 我不好意思找你 到谁跟前去 对不对 我也不好意思 我盼望你们教会 能有个人来关心给我 大家都忙在一起 一堆堆的 都是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的 哪聊得很热乎呢 那我们这没小组的人 刚来都是门里我们 我一直在那吃饭 又特别尴尬 你说一个人单身 女朋友都没有 多丢人 对吧 然后还自己在那吃饭 然后别人都不看着你 就特别难受 你们有没有那一感觉 你有没有 有的举手 有过的举手 不少嘛 对不对 我们对你们说sorry 今天有人找你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 拿面包找你 我跟你讲 那天我就有个祷告 我说主啊 下个礼拜我再来 如果没有长老级别的 干部跟我吃饭 我就不会再来的 他说也不懂啊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还没受醒呢 没有长老级别的干部 跟我吃饭 我不会再来的 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 虽然他多么大 他没有爱 对吧 第二礼拜吃饭 果然 就一个人 弟兄 长得太nice 这个人 热情啊 端着饭 还把他的肉给我 他说我不吃肉 给你 你先吃 我挺高兴 我爱吃肉 对不对 我看长老来了 就是长老 吃饭 他就跟我聊天 他说 你是长老吗 是我什么长老 木道友 新来的 我说你一定是长老 我昨天祷告 他说我也木道友 我们两个木道友 关怀木道友 他也不是长老 我也不是长老 可是我们的祷告 是一样的主啊 他头一天 跟我一个感觉说 没有长老的人 坐在我面前 我不会再来 结果我们两个长老 都坐在一起 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上帝真奇妙 兼顾我们的信心了 你以后 一定会是长老 他说那你以后 也一定会是长老 他说对了没有 哈利路亚 几年以后 我成了传道人 几年以后 他也成了牧师 他去大陆宣调 在北京 我们俩一起回想 当年那个趋势 觉得上帝真幽默 把两个未来的长老 放在我面前 那你今天你中午 你在午餐的时候 你看到弟兄弟坐在面 也许是未来的长老 所以不要生气 长老来了 感谢主 因为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所以要亲热 亲热地对待新人 新人来了不认识 主动跟他打招呼 你是小组长吗 你是执事吗 你是长老吗 礼拜天不要忙自己的事 礼拜天就是来关心 每个新来的朋友 这是上帝给你的宣教的歌唱 就在这里 明白吗 礼拜天先照顾自己太太 照顾自己孩子 先把孩子犯 太太犯 我觉得这不好 要看哪一个新来的人 没有人理他 没有人说 他正在忧愁 需要带导的时候 就为他祷告 你们 看到一个姐妹肚子大了 感谢主就为他祝福吗 对 生双胞胎吗 哈利路亚 你们 因为很大嘛 对不对 今天我早上看一个姐妹 肚子有点不太对 因为平时看她是很正常 我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说好 我立刻就为她祝福 这个就是服侍 服侍就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真诚的相爱 要亲热 然后呢 圣经怎么说 这个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热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然后恭敬人要彼此退让 殷勤不肯懒惰 所以要殷勤 服侍主要殷勤 然后呢 要火热 要心里火热 常常的服侍主 然后怎么样 还要款待 要款待 一味的款待 弟兄怎么样 不是做一道菜 说一味就做一道菜 东北大拉顿 一大锅 来吃 对吧 不是的 认真的 一味的款待 一定要款待远人 因为你不知不觉 你可能会接待一个天使 要天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这个常常 不是偶尔的 不是sometimes 对不对 这个服侍主 是常常的服侍 来到教会 不是来做礼拜了 是来服侍主来了 你们 所以那个敬拜 Worship的意思是 侍奉的 侍奉就是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那侍奉 就是敬拜 我们服侍主 就是敬拜 接待弟兄姊们 也是敬拜 对不对 奉献也是敬拜 帮助人 也是敬拜 接人 也是敬拜 我们来到教会 来敬拜主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跟敬拜有关系 就是讨身喜悦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职望中要喜乐 所以要喜乐 要喜乐 不能忧愁 忧愁了来到教会 哪一个人来到教会 没有重担呢 对不对 哪一个人信主 没有遇到人生的 一些困惑呢 来到主 很正常嘛 但是来到主的面前 就放下一切的重担 你要知道 他爱你 他顾念你 对不对 我们当放下一切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 因为主不计算人的恶 对不对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